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te.js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设定文件的设定 这文件 这个标题起的不太好 换句话说 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系统中 有很多的这些个固定不变的内容 咱们把它拿到 或者说抽象到一个设定文件中去 然后呢 咱们呢 在咱们程序的各个处呢 去引用这个设定文件 或者叫做全局文件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点 使用required这个命令 引用外部文件 这说的多简单 这标题起的确实不好 设定文件的设定 绕口令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在看实战演习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上期的实战演习 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 当然没问题 它能正常进行 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说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个常量吧 这个常量 可能在别的文件中 也要用到 也想引用它 那么怎么办 咱们今天就是说 把这个常量内容抽象出去 放到一个咱们的设定文件中 然后咱们在myserver 这个文件中 去引用它 这样达到一个 共通的情报 或者说共通的数据呢 或者说是这个大家一起要使用数据呢 抽象到一个单独的地方 这样大家引用它就能够使用 这是咱们今天的目的啊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今天的代码是 我这有一个叫做configure.js的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常量configure 因为我不想变里面的内容嘛 所以这是用一个const 然后呢 这个变量名叫configure 然后它跟着一个json对象 这里面呢 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host名127 一个是port端口号3000 然后把这个常量 注意这是一个新知识啊 输出 换句话说 这个java脚本文件 会输出一个叫做configure的 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可以是属性 可以是变量 可以是方法 但是今天咱们不要理解的这么深啊 只要理解为 这个我通过这个expose干什么 为这个文件.js输出了一个configure属性就可以了 那换句话说 我输出了这个属性的内容 是这个configure的json对象 在别的引用它的地方呢 都会像自己里面有这么一个configure的json对象一样去引用 那咱们看一下怎么引用啊 这地方 这地方稍等 我这叫不叫server 叫myserver啊 好 咱在myserver里面 代码几乎80%和上期一样啊 不一样地方是这个 咱们定义一个configure的长量 然后require的什么 require注意看 这个要有一个当前目录结构啊 我要把这两个文件放到一个目录下 那换句话说 我myserver.js和这个configure.js 在一个文件加下 我就可以引用require的当前路径 点斜杠吗 当前路径下的config这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输出了一个config属性 对不对 所以我这叫点config 拿到它 就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啊 为什么我这些config 因为我这个地方输出了一个config属性 所以我这也把它引用过来 然后附给我这个myserver里面的config的长量 接下来就简单了 注意看 这个config怎么引用 require.pod.hostname 就跟在这 引用这个config这个长量完全一样 require.hostname.pod 就可以了 好 咱们试试啊 看看行不行 能不能够引用到 咱们试试啊 首先我先建一个文件 稍等 建 叫做这个config. config.js 然后 把这个config的文件拷贝过去 一个是定义长量config 一个是输出 输出非常的重要啊 请你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咱们再做一个myserver.js 我建议啊 够 好 然后把myserver的部分拷贝过来 这里面呢 引用了config文件 好 接下来咱们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打开控制台 其他代码和上期是完全一样 仅仅是把config设置文件 提出 试试一下 我挑node控格myserver 回车 大家请看 和它上期没什么区别是吧 那么好 咱们有点区别啊 比如说 我这个端口号 不叫3000了 叫8000行不行 然后我这127 127不好办 比如说我叫127.1.1 行不行 我config文件改了吧 而我的myserver 什么代码都没有动 那么 它会不会影响到呢 试一下 node.js myserver 大家请看 我真听的 IP变成了127.0.1.1 动号呢 由刚才的3000 变成了8000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成功的引用到了 .config.js的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这个非常方便了嘛 这样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在用这个node.js做项目过程中 咱们要把一些个大家 所有类都使用的 共通的一些个信息 放到一个共通的 config文件里面去 这个文件名字可以自己起呢 可以叫setup 可以叫config 等等都可以啊 然后呢 大家去引用它 去参照它 完成大家共通变量的交互 这个就是 今天我给您讲的主题啊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就是一行 require 完成共通情报 共通信息的提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啊 希望您能够牢牢记住 如果不知道require的使用方法 您就等于没有学会 对于node.js啊 好 以上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优酷 供您参观 推荐您使用YouTube啊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